郭宇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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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 韩国瑜 接下来呢 会到罢韩游行那边去 他们回应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跟体韩游行人会不一样呢 この番組はOECの相談室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 请问你从哪里来 左营 高雄 我是高雄人 我高雄人 高雄在地 高雄 小港 高雄 高雄 高雄在地 高雄 高雄人 高雄人 住在屏東那我是高雄人 我从富山 我高雄人 台伴 台伴 你有领到双煮菜便当吗 什么便当 双煮菜便当 那是什么 没有 我没有双煮菜 从北部来的不要领双煮菜便当 他欠我一个便当现在 想到韩国瑜送的我都不要 那成吉拜送的要不要 要 我上次投他 我投他 你是从台北来吗 那我户籍在左营 高雄 高雄 我为了罢免韩国瑜有入籍高雄 你已经入籍高雄了 对 高雄 高雄人 我高雄人 土生土长高雄人 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觉得韩国瑜真的太好想 我没办法再忍受他了 要罢韩 因为我不喜欢韩国瑜 他太常说空话了 因为韩国瑜说话不算话啊 他一直歧视女主 为什么要罢免韩国瑜啊 因为他没有好好在做事 要罢韩 为什么要罢韩 因为他还不到一个 一年就要绕跑了 为什么来这里 罢免韩国瑜 为什么要罢免韩国瑜 因为他都在讲干话 韩国瑜真的让我们失望 我就是为了我的孙子 我是三个孙子的阿公 因为 中国通知一定是很悲惨的选务 所以尽量票要让他们 我可以管理中国的 罢韩啊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韩国瑜真的很烂 那你过来罢免他是为了让他专心选总统吗 不是不是我让他没有选上总统 也没有高尚可以当滚出台湾 韩国瑜 韩国瑜 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任何一个事 甚至觉得比较满意的 勉勉强强可能铺路算一个吧 就是有几条大路确实 可能因为媒体盯着 所以确实有铺的比较平比较好 没错 可是其实坦白讲 就是也乏善可乘 就是其实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应该要做好的事情 你觉得他也有铺到路就对了 有一些啦 不过还是有一些都没铺到 他有做事情 蛤什么 他有做事情吗 没有啊 他每次都讲这样 他清水沟 清水沟本来就市长应该做的事情吧 完全没有 那都原本就是他该做的东西了 中山路一样凹凸不平啊 哪里路平看不到 摩天伦什么都没有啊 都是豪销的啊 然后还有什么庶民总统啊 我听他在修罗里啦 你们家有淹水 方便透透是哪一区吗 人物区啊 人物区 有淹得很夸张吗 大概膝盖吧 那很夸张好吗 你为什么这么正经 你为什么这么正经 有吗 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到 没有耶 他根本都没有在做 没有为我们在做事情啊 你看 本来我们在做工程好吗 人家穿去担担 现在什么地方都发操了 没怪到 回来了 他在做的是 差不多是做 立正的工作 他的筛证 他没有做什么政政 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他有市政吗 可是我觉得我上下班的路况 也是没有说特别好 高雄的马路还是很差 我有一个同学 他因为马路上有转快 然后就摔车 他没有做事啊 他副市长也是出来打嘴炮 有吗 我不知道啊 根本没有啊 根本没有啊 没有啊 他说他水稠啊 露啊 都用得很平 六千倍啊 现在现场看 来来来 这水稠啊 有欧跟没有欧 啊这 露 有坡跟没有坡 对不对 我们有眼睛 看得有的 你有感觉吗 你有感觉吗 我没能说 可以稍微满意的吗 我觉得 除了酒量应该没有别的了 你有看证件发表会 有 那你觉得证件发表会 上谁的证件 哪一条证件 是你觉得还不错的 证件发表会 有个人讲证件吗 不就是韩国瑜骂蔡英文 蔡英文骂韩国瑜 然后老宋讲话 没人听不是吗 呃 除了宋楚瑜在讲证件以外 其他两个人 都没有在讲证件 三个里面 只有宋楚瑜在讲证件 所以他们都是 都没有在发表证件 我觉得离证件 还是有一段距离 OK好 你讲的 他的来条 我觉得他经济做的还蛮不错 因为我没有这份浮票 一万两千点就 有史以来 有台湾就占了最久的 就算 蔡英文跟宋楚瑜 他们都有讲他 可是问题是他们还是有 该把要 实施的证件都有讲出来 那今天反而 大家反嘴爆他 就是因为他 把那个证件发表 当然是辩论会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三个 唯有韩国瑜 我不满意 就是讨厌他就对 开国就是骂人 不想看 一定会很生气 怕会把自己的电视砸坏 我觉得那个 蔡英文总统讲的 就是零到六岁 国家帮忙养这个 就是 现在的生育率很低下 就是如果 可以让 就是 年轻的父母 就是在生小孩 在育儿的方面 可以政府多一些支持的话 就是可以让生育率 可能再高一点 我不想看 因为他几乎都在讲干话 他没有 你没有看就知道他在讲干话 因为网路讲吧 宋主席跟蔡英文都还 都还算OK 大韩国那个真的太好笑了 我真的 你觉得好笑 不要气 好笑在哪里 他十分钟也讲不出 不过所有人来 他一直在点那些小伙子 不知道在说那些小 韩国有 有说 就是请她的宣明 这条民调的两位 要说 唯一支持蔡英文 你觉得这一步是怎样 这一步 这一步 这出怪兆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苏我这样 以后他要 对他的秩序这 感觉信心溃散 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有点怪兆吧 就好像赌徒 好像要赌输了 就开始出一些奇奇怪怪怪怪招 要来这个 让人家 就是 转移焦点 或者是 那个演 这个 看不清楚什么样子的事情之类的 可是 我是觉得 没有必要出这种怪招啦 那如果情势已经很稳定了 基本上 他出这种招也没什么屁用啊 这是在故意翻串吗 那就支持蔡英文吧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 鸵鸟心态 我觉得他是不想要让他的支持者知道 他其实会输这件事情 那就支持蔡英文啊 那既然这样子 那就全部都给蔡英文 连票都给蔡英文 就好啦 反向操作吧 对 他可能也没招了啦 当然也好 你是不是怎么 他说出他的来生意 不然你今天 真的有一个想要比赛的 我们去双骨就是比赛嘛 对不对 你还没辟 你就说不然你贏 对不对 不然你不要出来辟嘛 对不对 所以咱也在做什么 嚎啸 头烟雾蛋吧 就是要混淆视听 他讲话就是颠三岛事啊 太烂了 因为我们也是唯一支持韩国语啊 觉得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名单 他们不是早就订好的吗 所以跟他选不选得上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乱七 会吧 为什么 他不分区名单 没有很注意耶 可是不是名单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多多少少会吧 为什么 就是他像吴思怀之类的 就不太好 年轻的观感什么的 会啊 为什么 因为 亲共吗 会 因为有很多 亲共的 然后 就是很像在扯他后舌的感觉 其实已经影响到了 什么影响法 就光 咱们吴思怀跟邱毅这两个 已经影响够大了 而且网路上传播的速度又那么快 免不了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邱毅现在是新党名单 一样啊 基本上是买啦 你知道什么 因为钢铁韓粉啊 那些钢铁韓粉啊 那些钢铁韓粉 今天就是 不要这么说 就是 他们就是要支持厄共的人 说实在 今天穿钢铁韓粉 穿国际的人 对一个真正是爱中华民国的 不是爱什么爱18% 当然会啊 为什么 因为 你也知道 不必我讲 我亲共的嘛 我们不愿意像香港一样啊 应该是会啦 有什么 你看他没什么苦的 邱毅嘛 他快拿下来 他想说 他想说这个 两厢前衡之下 比如说吴思怀 他是要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金工交票嘛 他得到 他实在是生死了 应该是还好啦 我觉得 是他的选情 会影响他不分区的名单 如果要对任何人讲一句话 你想要对谁说什么 韩国瑜趕快走 对韩国瑜 要说的话做的话 不可以 整理肥肥肥肥的就好了 我想要对韩国瑜说 不要说好亂嘴了 庶民总统 我听你在输楼 韩国瑜下台 拜托你韩国瑜 赶快下台吧 下台啊韩国瑜 韩国瑜很帅啦 人啦不信啦 就是精神啦 今天啦 说很多都没效啦 我们要算是一个 叩咐的人啦 沒關係 人家人算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啊 我们就不要参与了 我们也有朋友就不用做了 票头3号 蔡英文 希望 蔡总统 再联任 小英总统 加油 对蔡英文说 冬算 蔡英文加油 我想要谢谢李双哲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 其实我也是两天前才知道他 李双哲就是美丽岛这首音乐的作曲者 李双哲先生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然后可以听一下胡德福先生唱的美丽岛 非常的好听 谢谢 利用这次的选票就是 捍卫自己的民族价值跟自由吧 不要再睡了 起床了好不好 如果年轻人也是韩粉 那我建议你 赶快醒一醒了 该觉醒了 因为台湾是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是希望台湾也要越来越好 而不是到最后面搞成像对岸一样 有事吗 做好自己的判断 我会对我们的后一台说 你们要继续教信 三宝卫加油 大家加油 韩国瑜 韩国瑜 好 今天行程就到这边 我们今天跑了两个行程 第一个是挺韩的行程 第二个是霸韩的行程 那同样的问题 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立场 会有接收到不同的讯息 不管大家心中想的是什么 希望台湾未来能够像这一片 和乐的环境一样 能够好好的组下去 大家珍惜我们的民主 珍惜我们的自由 就这样 掰 妈 我上电视了 妈 我上电视了 我们下灯了 我们下约的群区 各地的群区